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些node.js的视频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快看我的标题 node.js playwrite 自动化外部测试框架 它来自微软公司的无头浏览器 是这样 咱们可能要操作一些个外部应用程序 特别是咱们在开发一些个外部应用程序的时候 咱们非常的希望有一款能够自动化测试 咱们外部应用程序的框架 对吧 其实市面上也有一些 但是今天我给您隆重的推荐 这款来自微软公司的playwrite 让咱们实现自动化的浏览器的操作 完成自动化测试都该怎么做 咱们今天就实验一下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网页自动化测试框架playwrite 该怎么用 如果您会了这个框架 那么您之后就会自动去抢票了 对不对 一般上一个抢票网 可以去抢票 好不好 该怎么做 今天的课件 我都会分享到我的小马部落的 Disco的专区 好不好 OK 那么咱们马上开始 首先咱们先访问一下它的官网 这个是官网的网址 咱们看一下 大家看 我已经给您打开 怎么样 大家请看 这是启动一个可信赖的端到端的测试框架 测试咱们现代的外部的应用程序 这还不算完 咱们看我的鼠标的右下方 大家请看 它支持Node.js TypeScript 还支持Python C Sharp 以及Java 这个是它可以流行起来的最主要原因 它支持多种开发语言 非常非常的值得推荐 然后点击开始 大家请看 这个是一套API 干什么 咱们可以这些操作 这些API 就相当于咱们去操作浏览器 就相当于咱们用代码来操作浏览器 实现各种各样的行为 自动化行为 非常的好 一会儿我的演示都会给您演示到 好不好 咱们马上开始 好 首先今天我给您演示 是采用Node.js给您演示 接下来 今后我可能会给您采用Python Java C Sharp 都可以 C Sharp我用时间是最长 好 咱们先少许 马上开始 咱们在本地建一个工程 咱们建一个Node.js工程 我先建个目录 咱们跟着我的课程 咱们一点点做 看咱们今天能实现什么目标 能实现什么目的 好不好 咱们试试 达到什么效果 进入MyApp 好不好 然后 初始化一个Node.js的工程 没说的 非常的快 然后清一下屏 接下来干什么 接下来咱们通过这行命令 把这个Playwright的框架 安装到咱们工程当中 这个熟悉Node.js的朋友 也没说的 很快就能够安装完成 OK 而且它内置了三个流感器 咱们看一下 我要给您编下这个Mate.js代码 咱们一会儿再编 先看一下代码的内容 一上来 大家请看 它通过咱们先require的包 然后我引用了三个浏览器的内核 Chrome Firefox 和WebKit 其实咱们内部的流感器核心 都是WebKit 对不对 这相当于是 而且咱们不能够测试Safa的时候 也用WebKit进行测试 OK 然后咱们引用完之后 看这下面 我编的函数 我首先给大家做一个 网页拍照的功能 好不好 用什么 大家请看 用无头浏览器模式 什么叫无头 无头是说 它后台自己模拟一个浏览器的运行环境 去抓取一些网页上的内容 或者说操作一些网页的应用 好不好 一会儿 我给您操作是有头 咱们先来无头 是吧 咱们通过Code的browser Await 然后去声明一个Chrome的浏览器方式 用同样的API 您还可以声明Firefox和WebKit 都是完全的没有问题 下面是一段有头的显示方式 有头跟无头有什么区别 一会儿给您看到 咱们这代码先屏蔽起来 有头其实就是把headlights 设成false 这样它不就有头了吗 对吧 一会儿会看到 接下来 大家请看 也非常简单 咱们用浏览器对象初始化一个新的page 然后page.go to方法 就是这个地方敲上您要访问的那个网址 然后大家请看 它提供了一个screenshot 咱们去给网页做一个拍照 拍个肖像 对吧 然后关闭浏览器 打印信息退出 就这么一个简单功能 其实我跟您说 这个工具包的API多如牛毛 我今天不能给您全 就给您简单的举一些个 让您看 这个工具真的很好用的例子 就够了 这是我今天这个课件的目的 好 咱们马上开始 首先我先在本地建一个 man.js 行吧 然后拷贝上咱们这第一段代码 咱们先用无头的方式给 大家请看 给这个googleseal.jp 这个网站拍一张照片 好不好 您可以用任何网站都没有问题 它不是说只有这个google才能拍 拍微软的 因为并是微软的 拍微软也行 好 咱们怎么拍 出去看 nodeman.js 我一回车 它就会拍一张照片 同时存到我本地文件夹 叫做out.png 好不好 试一试 go 正在拍 拍好了 拍好之后 大家看 在本地我多了这么一张照片 对吧 现在我呢 把它打开 大家请看 这个就是当前 现在google这个网站的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好不好 完全都没有问题 ok 接下来咱们再试验一下 nano.man 比如说咱们不用这个clome了 咱们比如说用 fire force这个核心 再拍一张 反正其实我是没看出来 它们有什么区别 咱们看看它们有什么区别 好 咱们用fire force核心 咱们再拍一张 再运行一下 注意看 go 运行完 又拍一张 好像速度稍微慢一点点 然后咱们再打开 大家请看 反正我是没看出有什么区别 不知道您能不能看出来 我是肉眼翻胎 是吧 看不出来有什么细节的差别 ok 这样的话咱们就能够通过不同的浏览器的核心 来访问网站 然后也许它们之间会有一些区别 比如说您用的css用的不是特别好 可能兼容性不强 只能在clome显示 在fire force 在suffer里显示就不好 咱通过多拍照片 然后就能够看到它们实际的效果 对吧 省得咱们还手工敲 不用敲了 好不好 ok 接下来再给您运行下这个无头模式 看看什么效果 和有头有什么区别 不 刚才咱们运行是无头 下面咱们把无头变成有头 看看有什么区别 我给您改一下代码 上面这个代码就把它屏蔽起来 把下面这个有头模式打开 其实有头无头啊 运行效果都一样 只不过是说 大家注意看啊 我现在先不说 咱们看看 先清评 注意看 咱们有头模式是个什么感觉 够 注意看 大家请看 它会实际弹出一个浏览器 然后呢 拍照 对吧 如果说咱们今后在浏览器上 有任何操作的话 它会一步一步的给咱们操作 就相对咱们人在操作的感觉 是完全的一样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它肯定有头浏览器也拍张图片吗 就这样图片 没有任何区别 对吧 ok 好 这个功能大概您都知道了 接下来再给您做一个 定制viewport的操作 什么意思 是这样 咱们可能要拍一个手机网站 要拍一个tablet 对吧 咱们这个网站的设计 要针对不同的终端 做不同终端的可视化 对吧 那么做最视化 可视化的时候 咱们就需要根据浏览器的size的不同 显示效果则不同 那么咱们在做测试代码的时候 就需要指令这么一个viewport 让咱们浏览器 在一个固定大小的范围内 去访问这个网站的应用 对不对 那么今天咱们就看看 这个下面的代码 如何给咱们这个浏览器 指定一个size 怎么指令 其实很简单 咱们大家看 代码我就简写了 只是用到这个Chrome的核心 然后呢 Chrome核心里面 咱们再声明一个上下文 在上下文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我传入了一个viewport 指定一个咱们打开浏览器的宽高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 浏览器就以这个宽高 去访问咱们网站的应用 那么拍出来的效果 肯定就不一样 对不对 咱们呢 就实验一下哦 好 就完代码 我呢 拷贝下来 咱们再实验一下 大家看这个 这其实我这个 我这个宽高 是采用这个iPhone8的size 那么它拍出效果 就应该是在iPhone8上 看到的效果 OK 咱们试一试 我清一下屏 然后咱们nano 咱们叫做man1 一点行吗 因为man1有了吗 好 在这里面拷贝上 咱们这段代码 存盘退出 然后node运行一下 注意看 go 拍完照片了 因为咱是无头模式 然后呢 咱们生成照片 用openout.png看一下 大家看 现在是在iPhone8的效果 拍着 iPhone8的size 拍出来的效果 就是这个感觉 好不好 也就是说 Google Google公司 为了竖屏的效果 它简单 也是做点优化 对吧 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是这样 我呢 再给您看一下 我的网站 为什么 哎 邵总 敲错了 因为我的网站 也做这个 利斯庞斯 有这个罪事化了 对吧 所以说咱们 通过这个地方 看看我的网站 是这个 如果用一些 外部框架的话 做这个罪事化 响应式布局 还是比较简单 OK 存盘退出 看一下我这个 罪事化做行不行 还是用iPhone 8的Size 清一下屏 执行一下 Go OK 没有当机 是吧 你看这 我要求这么低 只要不当机就行 看一下 哎 大家请看 我的网站是这样的效果 对吧 您要把它放大的话 可能就是这个 三列的效果 是吧 OK 大家请看 咱们通过这个Viewport 定义一个咱们浏览器 访问网站的一个大小 这样的话 会看到不同的显示效果 对于您的测试来说 是不是非常有帮助呢 对不对 OK 这还不算完 它强大的很多的AP 它强大很多功能 我再给您介绍一个 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功能 让您可以去抢票功能 什么功能 往下看 大家请看 记录模式 什么意思呢 它通过这个记录模式 给咱们生成网站的访问脚本 用于自动化测试 不光用于抢票 好不好 那么咱们就试一试 如何给咱们生成自动化的脚本 怎么做 大家请看 我这儿有一个网站 其实什么网站都可以 我只是举例一下我自己的网站 大家请看 我这儿有一个网站 帮大家去生成一些代码 对吧 然后比如这个代码模板 我点击之后 然后这儿可以选择一个代码模板 什么都行 对吧 我选择一个 选择完之后 点这输入数据 比如说 对吧 然后根据左边的数据 右边的模板 点击会生成代码 对吧 然后我那鼠标点击代码去 会把这个内容拷贝到咱们的剪贴版当中 这就是大概我这个网站的逻辑 咱们看一看 大家看看 代码都拷贝过来了 这是咱们代码生成了 OK 我就想用这个Prayray这个工具 咱们去实际模拟一下 我刚才点击点击 然后选择最后生成拷贝 然后把这内容代码粘出来的这么一个操作 能不能做 完全能做 而且非常的方便 咱们实验一下 好 怎么做 大家请看 通过这条命令 NPX Playwright代码生成 然后指定一个URL就够了 咱们马上实验一下 Let's go 这个是让我觉得当时非常激动的一个功能 非常的好 咱们注意看 拷贝过来 然后一运行 大家请看 它会帮咱们打开浏览器 然后它现在就是浏览器的记录模式 对吧 咱们干什么 它都会被记住 比如说 我点击右上角的关于的按钮 过来了 对吧 然后我点击主页再回来 它都在记录 然后比如说 我点击代码生成模板 然后点击需要的模板 然后比如说 我选择一个 Ue Store 没有问题吧 然后我点击生成 代码生成出来了吧 然后我鼠标点击生成区 代码拷贝到了剪贴板当中 这个是我的网站的功能 OK 然后我把它关掉 大家看后台 后台帮咱们把我这一系列的操作都记录成了代码 漂亮 太方便了 然后咱们去把这代码写成一个文件 咱们运行一下 看看效果如何 咱们马上开始 我把它拷贝过来 然后咱们再编一个 清一下屏 再编一个 NanoMan2.js 行吧 拷贝过来 存盘退出 好 退出 然后咱们清屏 我在执行一下这Man2的时候 大家看看是个什么效果 注意看 Let's go 注意看 啪啪啪啪啪 这一系列效果都完了 没看清 对吧 怎么办 是这样 我这地方大型感给您找到了一个延迟API 就是说它每一步操作 因为是自动化测试 它就给你测试完了 相当于 那么咱们如果不想测试 想看看我实际都干了些什么事 您可以在代码当中加一段 等待延迟的API就够了 咱们实验一下 好不好 试一试 够 我再编辑一下 刚才咱们这个Man2 然后咱们加代码 比如说大家请看往下走 进入我的网页 咱们加一个暂停三秒钟 然后比如说点击关于暂停三秒 点击主页暂停三秒 然后点击我的功能 点击我这个代码生成的功能 暂停三秒 然后选区暂停 然后点击生成 然后再点击下面区 再暂停三秒 最后关闭退出 一系列的工作 全部完成 非常的 代码也非常的好懂 好 咱们退出 然后咱们暂停了这么多 咱们再执行 看看是不是达到咱们暂停的效果 注意看 Let's go 打开网页 然后三秒钟之后 点关于 再等三秒 再点主页 再等三秒 点代码模板 没问题吧 再等三秒 选择生成的模板 对吧 然后点击生成 接下来点击下面 复制代码 完全没问题 然后三秒钟之后 退出 退出完之后 大家看 我呢 在下面 大家请看 这个生成代码 也都拷贝过来 有事说 它真的是在模拟 咱们的浏览器的行为 您说不是吗 这个工具 您认为不好用吗 真的是太好用 太好用了 我从过 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这个工具 其实Pubtier也提供类似的工具 没有数好数列 反正微软的这个套框架 我呢 是非常的喜欢 所以说今天做视频 推荐给大家 同时 大家请看 下一个课题 今天我做的工作 Python也能行 Python怎么做 咱们下期介绍 好不好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了 咱们通过 Microsoft公司的Playwright 咱们的无头浏览器的方式 咱们完成了 自动化外的Web测试 非常的好 推荐给大家 我今天的课件呢 都会放在 我的小马部落的会员专区 有兴趣的朋友 您就访问一下吧 OK 那这个视频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by bwd6